大家好,我左手拿着这个手机啊 这个我是左撇子啊 这个右手拿着另一个手机啊 给大家读一封信啊 这个我的一位粉丝朋友给我发来的信啊 这个他是这样说的 他还有标题 他这个特别长啊 特别长 应该是倾注了他很多的真实的情感啊 他说这个标题叫做 关于国内啊 指的中国国内啊 关于国内一些弱势群体的烦恼 我给他们指条路啊 给这些弱势群体 如果你很啊 你很郁闷 你有烦恼啊 他给他们指条路啊 这哥们他说还写了一个备注说 我知道侃爷对错别字敏感啊 其实也不敏感啊 就是说白了 有的时候就是装逼是吧 就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好为人士啊 有时候挺招人讨厌的啊 是吧 输入法肯定会有错别字 请侃爷见谅 您客气了啊 您客气了 他说你好 你好坎爷 本来呢 我不听您的节目啊 他本来不听我的节目 但是呢 我是一个特别关注时政的人啊 也是忧国忧民啊 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所以呢 这个平台老给我推你啊 就是这个平台老给推荐啊 我呢 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听完了您几乎所有的节目 我觉得您是一个合格的民主人士啊 现在这民主人士都有点被污名化了哈 我觉得我也谈不上什么民主人士不民主人士 我就是一个还算是有点良心的人 就是说我的良心还没有完全被狗给吃了 是吧 反正到目前为止 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啊 我没干过什么太坏的事 我只能这么说啊 他说我跟侃爷一样 都是忧国忧民 他跟侃爷他跟我一样都是忧国忧民 吃着泡面啊 吃着方便面 操着中南海的心 所以啊 其实不过说良心话啊 中南海里的人他真操心老百姓吗 倒不一定啊 越当大的官 他越不一定真是 拿老百姓当回事啊 倒是我们这些乡野村夫啊 社会底层的人 普罗大众 草根是吧 倒是有情怀 有爱心 也有责任感啊 当大官的倒不一定 有的时候他们一旦坏起来 祸国殃民 你像老毛 是吧 等等等等啊 所以希望呢 您呢 来做一期节目 把我的方法和精力 告诉给国内的朋友 因为国内这些东西 我是发不出来的 这个我完全理解啊 理解啊 任何人在中国大陆 你都发不出来 包括你人在境外 人在境外 你要是国内的平台 你也发不出来啊 以便激励他们 不要放弃 就指的国内这些苦闷的人啊 不要放弃 带给更多国内出不去 或者一些不如意的人士啊 他这篇文字是给这些人写的 他说我是一个在 艺术领域的工作人员 艺术领域啊 主要的工作啊 我觉得这可以说 因为他的工作 这个可能有上百万的人都在从事 这个没关系啊 他的工作是摄影啊 影视啊 电脑制作呀 包括这个剧本的创作呀 好 别叫啊 摄影影视啊 电脑制作 还有剧本创作 哎呦 那还是个编剧啊 那不错啊 我目前正在考这个跟这个computer computer有关的啊 这方面的学历啊 这个是硕士还是博士啊 反正是这种学历 平时呢 我最喜欢的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是历史方面的啊 我也是一个签约作家 哎呦 那这个可能是个年轻人的 可以啊 还是签约作家啊 这个 我平时呢 也喜欢画画 哦 对 我小的时候也画画 画那工笔画什么的 但是没有老师 所以后来也就算了啊 我的收入在国内应该是那百分之十里的啊 他这是是我的那种语气啊 我说我是国内百分之五里的 他说百分之十里的啊 那还比较谦虚 比我谦虚 我有的时候吹牛逼吹的太大了啊 哈哈哈哈 不过我这种人呢 就是他啊 属于及时行乐的那一种 我觉得人民币就是废纸 所以我把我的钱一般都逃换成东西 比如说摄影器材呀等等等等 只留一少部分钱用于生活 就是这个衣食住行这一些啊 吃吃喝喝呀 吃喝拉撒呀 我跟您一样 我真实的学历是中学都没毕业啊 反正我可能更惨 我是初中没毕业啊 我也是通过自学和上技校 对我也在外面 我上过七种这种培训班啊 七八种吧 我学了一些东西啊 是吧 你像我原来学过高中课程 学过英文 学过广东话 学过财快 学过国际贸易 学过推销员啊 等等等等啊 还有报官员 报检员 进出口的啊 我都是学过的 但是我确实学历就初中 他说他现在在考研究生啊 他说我也给大学生讲过摄影方面的课 以及计算机设计方面的课程 计算机设计 我觉得我知道有一种叫CAD 叫Computer Assistant Design 计算机辅助设计啊 那是九十年代初我表弟北京理工大毕业的就学这个 后来他就去日本了 去了好多年 一直没回来啊 那么我去过中国二十来个省啊 我看他的语气 他应该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 那要去过二十来个省 那可以了 是吧 在我不到三十岁的时候 可能我还真没去过二十来个省呢 是吧 那这哥们挺厉害的啊 那么 但是我没出过国啊 不过呢 我对世界史 世界历史 包括世界地理 非常的了解 那么我已是人生刚到中年 刚到中年 可能就刚刚三十岁吧 中国人不是说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是吧 后边还有什么耳顺之年 他应该是三十岁 是吧 属于全方位的上升期 就整个人生在上升 但我一直没有选择结婚 是吧 没选择结婚啊 因为我骨子里 对接受中国文化的女性 有排斥 对 关于这个事啊 我娶的当然是 是中国媳妇 是北京媳妇啊 这个 我们都在一块二十多年了啊 这个 不过我 我也在我的节目里 说过多次 在我们家啊 决定全家来西班牙的时候 我们自己 开了一个就算家庭会议吧 是吧 这个商量了一些 一些重大事项 比如说 呃 绝对不能偷漏税啊 当然我们在中国也是合法纳税 也不偷漏税啊 这个 包括我们的孩子 因为孩子都十几岁了吗 是吧 他是个男孩吗 然后我们说找女朋友就不找中国人了 是吧 这是像我常说的 就是中国的文化 有一种 用我的话叫根本性缺陷啊 当然不仅仅是文化 包括社会 包括体制 包括经济 政治 包括宗教 包括贸易 包括文化 艺术 体育 是吧 这个方方面面都有问题 包括两性关系 是吧 这个都受这种根本性缺陷的影响 所以呢 两个中国人在一块 每一个中国人 比如说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就相当于你是 叫什么 这个身上带有一种病菌 啊 但是叫 就叫无症状感染者吧 啊 或者是肝炎病毒 但是你不发病 但是俩中国人凑一块 就很容易发病 所以我们就决定啊 让孩子找老外 所以我们的孩子找的就都是老外啊 就是当然 西班牙人最好 但是我跟孩子当时也说了 别找俄罗斯那边了 是吧 找俄罗斯那边的 他经常扩张啊 侵略成性啊 他经常发动武力征服啊 对吧 你离他近了 当然我们很恐惧啊 对不对 而且我们移民也不选择东欧国家 本来我们想去拉脱维亚 很早的时候就想去拉脱维亚 后来考虑离俄罗斯太近 因为气候太冷啊 这个他说对中国女性有排斥 那这哥们呢 他看起来人还在中国大陆啊 但是呢 他排斥他三十来岁了 所以他就应该是没找对象 或者没有固定的感情对象 感情伙伴啊 看起来倒不是同性恋 还是比较正常的啊 不过呢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既然你不想找中国人 那么你又是一个正常的 你的性取向又没问题 那么最好的出路 那还是尽快 比如说两年或者三年 是吧 这个离开中国大陆吧 是吧 这来了一个小蚂蚁 这些植物哈 就是蚂蚁啊 等等的这些小生命体 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滋养啊 是吧 这叫什么来着 水至清 则无鱼 人至茶 则无图 是吧 人还不能太挑剔 按照中国人的语境 中国人说混啊 也叫混 是吧 泛混 然后浑水摸鱼 这中国的文化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当然西班牙的文化 西方国家的 阿拉伯国家的 黑非洲的 中南美洲的 东南亚的 是吧 东欧的 中亚的 是吧 也都有他们的问题 对不对 好吧 这个 这位先生啊 谢谢你了 你这个内容是非常多的啊 我得分好几段 给大家读出来